这段时间,郭先生的福石康遭到了严查 其实前几年,他们就已经出现了苗头不对的情况 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了郭先生和他的夫人 并且会晤长达一个小时 他们还参加了当年圣诞节的聚会 可以说对他们的招待规格相当的高 当年,郭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戴上了印有两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小旗的帽子 让我们中国人看了非常的不舒服 2017年,特朗普还忽悠郭先生 在美国维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建厂 并且,特朗普还参加了当时的电机仪式 特朗普一顿猛夸 称富士康在美国的这个工厂是世界第八奇迹 还称郭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 这个富士康美国园区,只有一栋楼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 完全的烂尾,成为了全世界科技产业的一个笑话 富士康不仅在美国的投资颗粒无收 并且在国内也被调查惊天动地 家就顾讲 首先,税务部门调查他在广东、江苏等地的纳税情况 还有自然资源部门调查他在河南和湖北等地的用地情况 富士康可不止生产手机 从2005年开始,他们开发中国内地的房地产 他们有40多个工业园区 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商业地产,还有住宅项目 过去20年,是我们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红利时期 不管在哪儿,买地盖房子,他都赚钱 富士康靠房地产就已经赚飞了 富士康的发展只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8年到2008年 他进入深圳,逐渐扩展到广东、河南和山东 他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生产模式 再加上,我们中国内地成为世界工厂的红利 他成为了科技企业的龙头 第二个阶段就是2009年到2019年 富士康不断地转型,并且向海外发展 第三个阶段就是19年到现在 富士康已经完全撤离了中国大陆 并且逐渐转到美国、印度和越南 富士康的整个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康在中国投资 占据了红利,赚得盆满钵满 并且享受各种宽松政策 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 他却夹着尾巴逃跑了 放弃了我们的市场 最让人气愤的是 他在中国赚了这么多钱 不懂知恩图报就算了 几句好话总会说吧 但是他在采访中说了什么 他说,他们需要我 大鱼我需要他 我给他们饭吃 这句话也太猖狂了吧 他说,让我搬工厂 我马上搬 看看谁怕谁 他们怕我 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没有中国内地给外省商人的优惠条件和政策 哪有富士康的发展壮大 他真的是吃饭砸锅 富士康是为工人提供了就业 但是这些工人赚的都是辛苦钱 更别提他们非常糟糕的住宿条件和福利了 赚大钱的还是你郭台铭啊 你家大业大 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你承担了什么社会责任 那些给你的地皮是给工人用来住宿的 你有合规使用吗 你说,在大陆一分家产没有 那么我们可要仔细地查查 你还说不惜放弃所有的家产 来阻止我们祖国的完整 那我们全国人民可是不答应的 现在我们就是要证明 不是我们需要你 而是你需要我们 别以为国际订单都是冲着富士康去的 非要让你富士康做不可 那是因为我们的工人素质高 质量好 你到印度生产 那个质量没有人要 你留下200万工人没有关系 我们的比亚迪力逊精密 马上组织起来继续生产 富士康走了 国际订单可不会跟你走 国际订单知道中国的质量好 全球领先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信号 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根据媒体报道 税务和自然资源部门 兵分两路 直扑富士康 一路赴江苏 广东等地 进行税务机查 一路赴河南 湖北等地 进行用地调查 很显然 这样的规格 并非省市一级所为 而是国家级层面出手了 这个消息 让我非常意外 因为刚刚过去的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上 我们刚刚全面取消 制造业外资清单 以彰显 扩大开放之决心 时隔三日 便突然建置 富士康 如不是非此不可 断不会贸然出手 毕竟 富士康 世界排名前二十 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企业 无论在大陆 还是在国际上 都享有声明 两部门一起出手 显然会引发震动 尽管媒体释放出来的信号 是依法机查 例行调查 但富士康 可不是一般的企业 都是各省 使劲浑身解数招去的 甚至单独成立一套班子 为其做好酸减服务 怎么可能如此高调的 宣布调查 富士康深耕大陆多年 厂区达到四十多个 企业员工总数超过一百万 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人口规模 特别是深圳 河南富士康厂区员工最多 基本都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数据显示 富士康在四川 重庆 湖北等地 各有一个厂区 在山西 贵州 河北等地 各有两个厂区 江苏 浙江 台湾 各有三个 而河南和广东 各有五个 可以说 无论是富士康 还是落地富士康的省市 都是深度绑定的 2022年 富士康营收约 1.49万亿元 同比增长约10% 2022年 位居财富世界500强 第20位 重点 重点来了 按照富士康官网说法 2022年 其进口总额约 5400亿元 占中国大陆进口总额的 3% 出口总额约 8,490亿元人民币 占中国大陆 出口总额的 3.5% 大家千万别觉得 3%和3.5% 不是什么大数字 放到我们这个全球 第二经济体 第一工业大国的基数上而言 仅一个企业 就能在进出口上 做出3%的贡献 放在任何国家 都绝对属于 不能让它跑了的那种 红海 红富锦 都是富士康关联企业 是一家人 只不过涉及到 不同子公司和事业部 能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 占有这么大的比重 就不奇怪 为什么当年那么多省份 挤破脑袋 想让富士康落在当地 简直是 要星星给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要啥给啥 因为一个富士康 确实实打实地 能让当地产生 巨大进出口增长 和带动当地就业 及上下游各行各业 这是共赢 当地提供五年 甚至十年税收优惠 给出利好土地规划等等 一系列政策 并且当地保姆市 为其解决 动辄上万的招工需求 各种道路 交通等基础建设配套 而企业背靠这些优惠政策 落到当地 大展身手 可以说 完全是互利共赢 合作共赢 可能是对他太好了 富士康老板 郭台铭 竟然有些飘了 在采访中 竟然讲出这样一段话 他们需要我们 大于我们需要他 我是给他们饭吃 这种赏饭吃的傲慢 确实让人很不舒服 但当时也没人有胆量去批判 显然也不是这次突然被调查的原因 另有一种说法是 富士康不仅做代工 而且还是隐形地产商 在2005年开始 富士康至少拥有五个商业地产项目 两个住宅项目 以及47个工业园区的土地 是如假包换的大地主 无论是税务还是土地使用 虽然官方一再强调依法调查 但懂得中国智慧的人都明白 富士康又不是在大陆一天 如果偷税漏税早就差了 也不可能等到今天才动手 有人猜测可能是敲山震虎 目的是为了敲打苹果 原因是iPhone15物料成本558美元 中国大陆供应商占比仅剩2.5% 其他的全部都转移走了 而这2.5%还是靠富士康 代工榨取中国的血汗钱 一方面在中国赚钱吃尽了红利 一方面又把在中国赚到的钱 转移到印度越南建厂 配备美国脱钩锻炼 典型的吃中国饭砸中国的锅 但个人认为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无论是此前的库克访华 是苹果15在中国市场的轻余表 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要对苹果动手 甚至有一点点制裁的意思 何况华为出货量 已经全面超过了苹果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与老郭的政治立场有关 此前老郭决定竞选岛主 为了竞选 无疑会在政治倾向上 做一些取舍和技术化处理 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但各方取到信息分析 老郭的这种竞选策略或是技术化处理 极有可能是为了给赖清德铺路 不惜拿大陆赚来的钱支持台独 这是红线 也是根本 谁碰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否则 以我们当前的格局与政策 断不会撕破脸皮 现在外媒已经在炒作中国对外资动刀的话题 无非是想破坏中国的外商环境和国际信用 所以有私在强调 依法调查的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面的考量 特别是政治考量 这是一次敲山震虎 也是一次正式警告 能否查出点什么 就看老郭态度了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可以靠出卖祖国获得成功 弄不好 岛主没当上 连富士康也没了